大家好,我是Leon 今天要來看一場特別的三國之大戰 大家都是獨立為王 三國文明 一開始大家都有這個國王 一開始大家都可以利用這個國王去趕路 而且國王的跑速 特別的快速 國王有點胖胖的有點可愛 可以這邊去找一下羊 跟鵝回來 這個遊戲大家的目標 都是要把這個國王給擊殺 所以一開始 就是要怎麼長光 就是一個比較難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們就來稍微一下介紹文明 我們先看一下紅色 紅色是塔套,塔套是印度斯坦 那印度斯坦這個文明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這個文明是比較算是偏全能的文明 而且村民的生產 造價也是非常便宜 到地龍時代我記得是只要35肉而已 一個村民 省下來的資源就可以去多攀科技 或是經濟科技都可以 那 主要這個文明呢 是駱駝超級強 帝王駱駝 攻擊速度快 又可以升到帝洛 那再來就是他的古拉姆 可以counter攻兵 攻兵也是對他來說不是問題 那步兵部分的話 又有這個印度火衝 射程非常遠 九射程的火槍 可以跟對方對射 那 剛剛講的這些單位都是需要黃金的 所以印度斯坦是非常吃驚的單位 所以他異昧的黃金打垃圾兵的話 就已經會已經宣告失敗了 所以這個印度斯坦 要怎麼確保自己的黃金的來源 是一個重點 那這個大幹刀呢 也算是補槍 他需要黃金的一個特點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下個文明 下個文明的話是達達人 達達人的話 最大的特色是這個馬功 馬功部分 可能拇指環可以直接送給他 還有這個彈道 欸不是彈道血 彈道血直接給好像太強了 好拇指環跟安息人戰術 直接給喔 所以他打馬功來說 成型速是最快喔 等一下跑速跟品種 他的馬功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 還有這個彈道血 好二級射 對對 其實要點都限制蠻多的 因為馬功會很難玩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要點的科技太多 但是達達這個文明喔 可以馬上補強這個馬功 科技上的一個缺陷 馬上可以補足喔 那最特別的是他這邊高打低的話 他會有這個額外傷害喔 雖然每個文明高打低 都會有這個額外傷害喔 但是達達也會再強化這個能力喔 所以要特別注意喔 達達的這個馬功喔 高打低一個傷害喔 會有點誇張喔 好 那除此之外呢 他這個雀血喔 也是造價的便宜喔 那血是非常多的一個單位喔 而且還可以掠奪黃金喔 所以一隻大概約 只要39或35黃金左右 就可以出到一隻血量高達160滴血的 一個奇兵喔 好 那這個也是值得可以注意的一件事情喔 那後期達達的話 還有這個 這個鐵木耳工程術喔 可以用這個火焰駱駝 而且巨頭的射程也特別遠喔 這也是他後期的核心玩法之一喔 好 那我們就再來繼續看下個文明 那馬札爾這個文明最大特色是可以一擊必殺野狼 那野狼部分 這個 大家一定會說 欸這個能力有什麼用啊 這個能力的話 在黑森林啊 或在一些特別地府來說 你就可以前期去圍家 然後先點織布喔 喔 幹嘛的 直接不點織布也可以喔 直接去前線去蓋也可以喔 但通常現在黑森林還是會先點織布喔 因為這是外加的部分 因為你要跟對方的村民喔 去爭奪蓋一個好的圍家的一個位置 所以你一定需要點織布喔 那馬札爾這些能力喔 在一些特殊地圖的時候會有一些效果 在一般的地圖來說 明顯並不大 用途並不大 那最大特色呢 是他這個一擊攻 會直接免費給喔 像這個 步兵的 步兵跟騎士的傷害喔 還有這個 到地龍時代喔 三攻流會直接給喔 所以馬札爾打封建大洛瑪是非常強勢的 因為一般來說 封建時代的一個洛瑪都不會點一擊攻 而且可以直接省下150洛瑪 所以馬札爾要特別注意他的一個洛瑪快攻喔 那到了後期的話 馬札爾的馬攻攻擊也是超級遠喔 而且攻擊也超級高 所以馬札爾的後期是打馬攻騎士路線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不打騎士的話打寶兵 這個免費的 不用黃金的 這個洛瑪也是可以喔 所以馬札爾的後期也算是偏強軍士文明喔 但是農的部分來說的話就沒什麼太大特別 經濟來說會偏差一些喔 好那以上的介紹大概就是這樣子喔 我們就來看一下三方國家會怎麼做一個發展吧 那目前看起來打打這邊是要選擇一個封建升級喔 這邊已經開始停村了 那打到這邊 印度斯坦喔 是選擇一個 18匹 極速上風的一個升級喔 這個升級已經算是蠻快速的了 那有可能是打洛瑪 因為這邊18匹喔 通常打洛瑪的可能性會更高一點 這邊下馬就下前面 OK果然是下洛瑪開局 那打打這邊可能會選擇 我會覺得 打打會比較偏走這個 公兵路線喔 畢竟他這邊城堡時代打馬公的距離偏高 先投資封建時代打公兵 那地用斯 城堡時代就可以直接上馬公 沒什麼問題 這個也是打打封建時代一個做取捨 當然打馬就也是可以啦 畢竟你還是要下馬就去出這個品種 跟蹤技術 但是我個人會覺得會比較喜歡出這個公兵 好那打打這邊是選擇打這個馬就 好馬就下去之後 然後可能還在下一個射箭場 射箭場這邊可能會比較晚下一點點 那應該目前這個狀況也不會太早下這個射箭場 這邊可能會先按幾隻長槍兵喔 因為這邊應該是有看到對方已經按這個馬就了 剛剛這邊有互打一下 洛瑪已經被打死了 這邊還有一點屍體 這邊已經看到對手的意圖了 那這邊應該會第一時間去防守塔套的一個洛瑪快攻 那這邊需要防守的話一定要按這個長槍兵喔 加上自己的洛瑪去做個追擊動作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看一下第三架 第三架這邊也是選擇洛瑪開局喔 那大家這邊洛瑪我們剛剛都提到 他這邊封建時代洛瑪的傷害會特別高 所以打洛瑪也沒問題 結果大家全部都是洛瑪快攻 好 那這張地圖是上坡喔 那上坡的話 比較特色就是這種斜坡的地方 都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要把自己家裡圍起來的話很困難喔 你一定要圍這邊高地喔 把這裡圍一圍喔 才有可能圍死喔 所以這張圖防守來說的話 如果對方出洛瑪 自己的長槍兵喔 可能按一斜會比較好 那最好也是跟著打洛瑪比較好 因為你弓兵很容易追不到對手 所以有時候打弓兵阿 或是洛瑪的一個選擇喔 需要看狀況了 洛瑪來說的話 選擇性 就不會那麼太容易被動 這種圖打弓兵的話很容易被動 除非你城堡時代打馬攻 那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那這邊稍微回頭靠了一下 長槍兵也會來追 欸但是 綠色這邊好像害怕幾了 已經開始在維加了 這邊還是要選擇一個堡壘模式 這邊算是一個小小圍喔 但這邊小小圍會有個問題喔 因為木桶很快就挖完了 你勢必會挖出一大堆洞來喔 然後你變成你有圍跟沒圍一樣 因為木區的話 都是在這種外面喔 下坡的地方 都有一大片森林喔 我們可以去做一個挖掘動作 但是 但是你這樣子圍的話 還是會很多洞出來 所以我覺得 盡量喔 這張圖不要這樣子圍 盡可能的喔 用這個長槍兵喔 跟其肉馬去防守就好了 比較不會這麼的危險喔 因為你投資這麼多村民去蓋圍牆 還不一定會有效果 而且還要投資資源喔 跟村民的建造時間喔 把這些村民的建造時間拿去採資源的話 早點出一點肉馬 跟這個長槍兵防守 可能會更好一點喔 好不然就是像桃兵這樣子喔 直接拉尺寸喔 到外面直接伐木 這樣子就好了 那家裡就直接出來 全部挖黃金啊 果汁 撒農田就好了 這也算是比較一般的阿拉伯的開局方式喔 所以我會建議這張圖 就是直接拉五寸 去下面直接開伐木場 然後家裡一出來的村民喔 全部撒田 用挖金框就可以了 好長槍兵這邊控一下 欸沒有第一時間看到直接高打滴 戳死了一隻肉馬 兩下戳死了一隻肉馬 哇超級痛 那這邊是第一處 第一處的話傷感就沒那麼明顯了 好像只錯了四分之一的血量而已 好那這邊把國王藏在這個位置 這邊還用這個大石槍 跟這個城錶直接鎖死 國王在這邊還可以有一個逃跑路線 如果這邊中頭進來拆木頭 可以馬上從這邊跑 好他到這邊還是有保護自己的國王的意思 目前大家的國王的位置我稍微看一下 國王是現在被圍在這個裡面 家裡TC附近 好 那這個模式好像沒辦法直接把國王放到城堡裡面 放到這個TC或劍塔裡面的關係 劍塔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看大家都沒有把它放到劍塔裡面 可能就是沒辦法放的關係 跟正常來說 國王應該是可以放到城堡裡 跟劍塔裡的 還有TC裡都可以 TC我好像沒影響 好像都是放城堡跟劍塔巨座 有點忘記這個 國王擊殺模式的一個正常玩法是怎樣 但這個有點算是表演賽嘛 特殊比賽的關係 所以國王是不能住進劍塔跟城堡裡的樣子 所以他們才需要把這個城堡放在這種邊邊角角 奇怪的位置 好 那目前看起來塔套這邊是選擇了 要來高速上到城堡 這邊已經開始下市集 差不多要來點城堡了 但這邊肉麻一直在亂竄 大家都打得有點 無法開交的感覺 但這邊控兵還控得不錯 知道線面好長香兵還稍微走動了一下 好塔套這邊也是想要極力的 去跟對方做一個交換 但這邊藍色也是把家裡維持 但這邊藍色做的比較好一點 是要把這個伐木場往前派 那家裡的墓區雖然也是有在挖 但是挖的位置相對安全一點 綠色這邊很快就被挖出幾個洞來 但是綠色也是馬上看到洞就補了 這邊挖穿的一個墓區也是補了起來 防守意識還是算不錯的 好三家目前看起來 欸 這邊 綠色看到這裡有城門 覺得怪怪的 欸這邊一定是國王 趕快拉一堆刺猴過來打城門 只要急殺掉國王的話 就是綠色的勝利 但綠色這邊會能繼續打嗎 只要長城堡過來的話 很難可以守住 這邊也是由刺猴再繼續做騷擾 目前塔通已經在斷肉麻了 直接秒大繼續出更多肉麻 肉麻直接回首 現在就是需要用這個城堡style 趕快升到城堡 然後點騎士出來打 肉麻就只有五隻 可以直接在那邊繞來繞去 好 但是我覺得意外是居然沒有人在中間捕魚欸 這個有點讓我意外 因為通常有魚就會補 而且這個湖其實也蠻大的 可以蓋蠻多魚港 直接在上面鋪這個魚網 都可以 我沒想到塔套居然是沒有捕魚的 我剛剛在思考為什麼不捕魚 雖然這個打法算是比較偏阿拉伯的打法 石木然後家裡種田 然後正常上城堡實在然後開TC 這算正常開局 但通常如果想要打比較極限一點的話 像牠們就會比較希望去補個魚 加強一下經濟 好那目前塔套3TC開了出來 那TC的位置開在這個墓區 但這個墓區會不會到了地王實在有點危險阿 這個很會挖穿這個墓區 然後過往就出死了 有沒有可能感覺有機會 但塔套應該也不是傻子 應該會趕快再繼續把這裡圍起來 好那目前 哇這邊超浓耶 4TC開浓 好都把TC開在一個比較能發展的位置 好那這邊還有小龍的木頭跟石頭可以開藍好不好 那目前大家經濟來說都是差不多的 只有綠色稍微落後一點點 綠色的分數好像是偏1000多分的玩家 所以這邊經濟上有點跟我們太上兩位 正常1600分以上的玩家的一個經濟狀況 好大家都是各打各的 好那目前TC開在前面的位置 那我覺得第三個TC可能會開這個位置 這邊黃金阿石頭都有 而且還有兩條路可以吃 挺香的 那如果要開在家裡的TC位置的話 我覺得沒有一個比較適合的位置 硬要說的話是這裡 但這邊又偏前面 如果TC開這裡的話 農田又不能繼續散 這也是個問題 如果要在其他選的T番的話 可能也只有這個木區 這個木區開個TC歪歪 好像也就差不多了 但也沒必要 最好的話也是把這個TC 開在比較隱密的地方 去做個發展 或是這裡也都可以 好那目前談到4TC開農 用這一少量駱駝跟肉馬 做出防守 然後讓TC全力欲轉 然後藍色的說他4TC 嘿是4TC 看野獄四島 這首TC開這麼多 好這時候 綠色 終於也到了城堡時代了 那這邊是打算要找一個 輕騎兵路線 哇還不是打騎士 哇這個 嗯 比較低分段的玩家的想法 都很特別 直接 上層打輕騎 而不是打騎士 這場都是來打騎士比較居多的 好那我不確定打輕騎兵會不會比較好 因為輕騎兵殺傷力有點差一些 好那目前達達轉出了自己的馬弓 有拇指環 射速已經很快了 那這邊待會要補下彈道血 殺傷力會更十足一點 好最重要是這個馬弓數量 趕快續起來比較好 好這裡果然出馬弓 給塔超一些壓力了 這邊TC雖然開得多 但是也是給這首刀壓力了 好因為對手也知道 塔超4TC 他開農的話 不殺到一些聰明的話 這邊可能會出大事 畢竟自己是出了軍事單位了 出軍事單位的話 經濟來說反而就會差一點點 好3TC也開下了 好這邊生女想要撿一聖物 但是被抓包 直接被射死 好目前塔超由於4TC開農的關係 沒有太多單位可以做防守 現在只能用生女去造一座著牢的動作 好這邊肉麻 想要探一下路 但是好像沒辦法太多作為了 這個刺猴的功用 已經差不多到此為止了 好這邊馬扎仔直接圍攻塔套 配上這個馬扎仔 一起來強攻塔套了 這邊清奇兵數量其實有點多 而且這邊二防也點下了 二攻二防清奇兵 血量80滴血靈品種也有 哇這邊想法很特別阿 馬扎仔的清奇戰術 但清奇兵的話完全沒辦法抵抗駱駝 好這邊稍微用駱駝去追一下馬公 讓馬公沒辦法安心的輸出 這邊第一時間收村 駱駝過來稍微看到 要來打一下 三隻駱駝應該還好 但這邊綠色也不敢直接硬打 這邊優先想要去解決掉一下奴炮 這邊會不會找走一隻馬公嗎 欸 直接拉走 居然沒有被招掉 好現在三國的兵力都距離在塔套家裡 想要做一個進攻 但是塔套這邊壓力有點大 但是駱駝也沒有去增產 只有用單馬就去產駱駝而已 自己村民還是穩穩的農上去了 現在村民數來到98村 村民數有點多 好這邊想要利用個窄口 去賭口去抵抗這個青旗兵 效果其實不錯 直接吃掉了一些青旗 但青旗有點不受控制 開始在亂竄 這邊收村射掉了一些馬 哇 這邊其實不錯 這邊青旗兵 數量是不是有點太誇張了 16隻 但是駱駝的數量越來越多 可能還是有點沒辦法打贏 好 那目前塔套的防守方式很明確 駱駝追馬 然後奴炮追馬公 射死一吋 好 那綠色也開出了自己的第二個TC 那目前看起來大家都是一個偏安全的打法 嗚 這邊直接青旗吃掉駱駝了 哇 這邊城堡來不及蓋起來 雙方直接在中間點交戰 哇 馬公也被綠色青旗兵追著跑 哇 這個馬紮爾青旗戰術意想不到的 有點殺傷力啊 雖然沒有辦法像騎士一樣這麼的強 但是青旗兵的好處就是不怕 對手生理做著想動作 而且數量容易量產起來 開始也慢慢轉出自己的騎士了 這個青旗戰術很特別 在一般的高端場很難看到 但是沒想到殺傷力也算是不錯的 欸 他是什麼 C...C...C...A...R...E... care 他說不要...不要打我嗎 像這個兩國私下結盟是不是 專打塔套 好像有這種味道 騎士吃量越來越多了 哇 這個傷殺過去可能TC也拆得掉了 哇 燈塔套這邊反應很快速 直接收村 第一時間沒有控好再砍農田 然後後方青旗兵直接殺到卡套一些村民 後方村民直接損失慘重 卡到村民的速度量已經下降不到110分 現在各地有四處炒火 哇 卡套這邊有點受傷了 這邊的馬公瘋狂騷擾 哇 現在是有點惡打意的一個局面 目前塔套看起來 有點... 自顧不暇 這個駱駝有點奔波於太多地方 好 馬公在上方 這邊奴炮能不能 修回來 修一下 修一下 有有有 修了修了修了 但是會射村民 欸 村民倒地 倒地之後 奴炮應該就沒救了 駱駝過來救一下 哇 下方騎士再度來砍TZ 直接硬上了嗎 哇 真的硬上欸 太扯了 二攻二防騎士就是這麼的狠 這邊是要拉村民去修理的意思嗎 這是沒控好吧 這邊應該只是要來奪馬公 但是沒有控好嗎 這邊是要來修理 直接收村 再修一下 拉吉村過來修一下 這個TZ不能爆 好 村民一直在修對方的騎士 但是駱駝過來營救 駱駝數量能打得贏嗎 駱駝數量有點少 但是數量其實跟騎士差不多 但是駱駝沒有控好 第一時間被砍爆 塔套這邊只能選擇撤退 這邊還是騎士一個上風 塔套有點大難離頭了 現在達達的村民數量已經來到140村 準備要來上到帝王時代了 這邊的國王也在做移動嗎 國王還是沒動 在這裡 好 帝王時代點一下 欸 又取消 這邊決定不用家裡的貼西做升級嗎 這邊帝王時代怎麼取消 提升在這邊提升了 冤中間要產村民 駱駝稍微又被這個馬公給驅逐掉了 哇 塔套這邊出馬公確實很難受 這個馬公用駱駝的話 一定要包得到才能解決 不然一直會被對方白嫖 因為駱駝也是很怕箭矢的 但是只要如果能跟對方佔A的話 還是有機會可以收掉這些馬公的 這就是駱駝打馬公的一個優勢的地方 就是讓對方 不要讓他一直跑 佔A的話 駱駝一定可以 要順帶一條 馬公這個單位跑速是稍微慢一點點的 他跑速只有1.54 那這邊駱駝是1.60 多大概0.04的跑速 所以只要一直追的話 還是能追到馬公的 那更多的一個清騎兵跟騎士 聚集在塔套的家門口 現在塔套有點被打到有點 生活無法治理了 村民宿 雖然還是慢慢 勉強到了130村 這邊但是 其他地方TC 已經有點把村民 拉到其他地方了 上方這邊 去做個挖掘支援動作 開始要圍下家裡了 畢竟這樣子被騷擾也是很痛苦 馬公這邊重新集結 數量又再多了起來 稍微做一個閃正 這三隻刺頭在這邊 居然都沒被發現 哇這邊TC也開太多了吧 1 2 3 4 5 6 7 8 9 9TC 然後這邊TC開的有夠多 但是印度斯坦 最強大的地方就是村民便宜 多愛一點沒關係 死了就補 沒關係的 反正我村民很省 好這裡 大量馬公直接撞TC 被射了一下 但是目前兩邊的一個軍隊 有點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感覺 這邊好像 要等地龍時代 才會有第二波大進攻了 目前馬渣也沒有繼續 騷擾塔套的村民 好這邊直接 把這個地給勸起來 哇 但是上方這邊 把這個礦挖完了 哇還蠻賺的喔 雖然這邊插城堡 可以直接把這個TC射掉 但是這個TC最大的作用 就是要來安全挖這個礦去 但這個礦也是安全的挖掉了 對塔套也沒什麼太大影響 那印度斯坦這邊要打駱駝嗎 打地駱駝好像也是不錯的選擇 好看家紀錄開農旗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好彈好把自己的家裡圍得還蠻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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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安全感喔 至少不會像剛剛一樣喔 到處被亂串 好那這邊巨型投資機已經出來 準備開拆 這邊先拆城堡的TC呢 先拆TC 下方駱駝要來繞地 去繞後方的村民嗎 這邊又停了下來 這邊可能是在等科技 要來升這個重裝駱駝 但是還沒帝王時代欸 塔套這邊居然還沒上帝王 我有點意外 塔套這邊直接把這個石牆圍在黃金礦後面 看來他已經真的只能被迫防守 經濟其實不太好 這邊駱駝看到有很多 村民在附近 直接做個追逐嗎 還是追這個黃金的 但是中間這邊被打了一個破洞進來 馬公又再一次進來騷擾 但這邊有個高地堡 馬公看到只能撤退 看要不要把這個巨頭架起來 直接硬拆 這邊大量駱駝 直接把這邊的村民給包起來打 馬公再繼續過來 這邊補下彈道學 這邊是先拆城堡嗎 拆城堡沒錯 三巨頭 四巨頭也來了 塔套這邊 去後方 騷擾打打村民 打倒後方其實 防禦蠻薄弱的 左邊這邊有塔套村民 跑下這個邊邊角角巷 來偷蓋建築物 結果被馬扎發現了 阿拉大量騎士 直接把塔套村民給收掉了 但塔套這邊還沒上到地龍時代 最後上地龍時代也是塔套 綠色也上到帝王了 這就是三家分地嗎 三家分地 三家上地阿 沒事沒事 突然想講這個詞而已 那這邊地龍時代一道 看他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呢 這邊已經有重裝馬公了 但是化學好像還沒有補 7加3 攻擊力還不是最高的 這邊還製造這個火焰駱駝啦 火焰駝的話可以對駱駝騎兵單位 造成大量傷害 那這邊塔套的駱駝可能要小心一點 不能被火焰駝駝給撞到 駱駝被射一射還是蠻痛的 正面的一個部分 目前家裡也是各種著火 大量巨型投資機想拆什麼TC就拆一拆 都沒問題的 拆累直接睡沒有關係的 拆一直爽 塔套這邊有點尷尬 不知道該怎麼打 哇這邊高地巨頭直接砸爆 好痛啊 這個就是打打的巨型投資機 又遠又痛 射程18 非常遠 完蛋了 目前塔套有點尷尬 後面火焰駝駝要來秀一波了嗎 火焰駝駝 看一下這邊跑速會怎麼打 火焰駝駝跑速是1.43 但駝駝跑速是1.6 所以如果塔套控制得好的話 火焰駝駝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用駝駝去打火焰駝駝 傷害也是蠻高的 這邊要怎麼分兵呢 直接分一分 炸一炸 哇雖然炸掉了一些駝駝 但是這邊駝駝分得好 有點像是星海的散狗流 這邊散得不錯 OK 好正面的話大量的馬光還是依舊無法解決 這邊要轉戰毛兵嗎 看短戰毛好像對印度斯坦有點難打 我覺得繼續轉駱駝出地落上去好像更好一點 最近已經投資了一些馬的防禦力了 這邊其實印上也沒什麼問題 確實是這樣子 所以今天印度斯坦的駱駝攻擊速度快 好真的很怕就可以吃光這些弱馬 這些馬光 馬光直接死一片 好終於解決家裡的馬光的一個問題了 終於可以把這個駝駝給拆光了 家裡也用一些駝駝騷擾打打架 打打這邊也是被弄得有點煩 但下方這邊 馬達已經還在出工程器了 出鐘頭要來拆木頭 直接要來進攻這邊的一個路線 但這邊均勻投資機也把修道運給拆得出來 生物直接噴得出來 後面再繼續補一下自己的TC 把農田給搶回來 後方這些駱駝終於要處理掉了 哇這裡化學還不點耶 還是一樣7加3等數忘記了 好那目前馬扎爾經濟來說也看起來不錯 這算穩定發展 國王也是被關在這個角落 邊邊角角 那目前 這個誰 這個打打的國王是放在這個位置 而不是這個邊邊角角 我覺得放這裡可能會比較安全一點 這邊還是有可能 被對方直接砍爆建築物 殺進去也是有機會的 目前塔塔要一次孕婦兩家有點尷尬 這應該算是實質1B2了吧 這火焰駡頭數量有點多 這邊打打還賣一波 賣掉了大量的食物 換取黃金 賣了一些木頭 木頭還賣的蠻多錢耶 71塊錢 畢竟這張地圖木頭確實也不多 這邊再一次想要突圍 用火焰駡頭炸了一波 炸建築物其實效果還是不錯的 這邊要再炸一下嗎 還是要等一下 這個炸好像挺貴喔 他一直一直過去炸 再射死 OK 射爆之後 一進去看到又是一個高地堡 這邊高地堡又再次的集結 那順帶一提喔 火焰駡頭有個很特別的設定 他只要不移動的時候 他背上的火焰是不會被點燃的 像這樣子喔 那他只要移動的時候 身上的火焰才會被點起來 這邊大量馬剛在下方做一個集結 但帝王駡頭依然沒有資源可以點下 打到這邊用大量的一個駡頭 直接擊垮下方的一個中頭的一個陰謀 下方打打打 下方的馬扎爾這邊進攻 可能要宣告失敗了嗎 馬扎爾我覺得可以轉一下這個馬功喔 也是不錯的 雖然打駡頭還是有點失利喔 但是利用自己的射程跟傷害喔 換一些駡頭應該也是沒什麼問題 這邊駡頭 不敢上 火焰駡頭給的壓力很大 這些火焰駡頭是要來把馬 要來擋馬功用的 保護這些馬功的 並不是要拿來工錢用的 這邊炸了一波 但是 後面駡頭是要被拆掉一台 哇 被拆掉一台 駡頭是基因後方一直補了過來 還有火焰駡頭 那目前馬扎爾這邊是不是打得起來 欸不是 這邊是塔套 這邊的駡頭在攻擊 目前看起來 印度斯坦要等一下地落 比較好 不知道有沒有在升級 看起來這邊轉毛兵 站毛兵了 站毛的話還是比較好一點喔 因為畢竟黃金快要挖完了 印度斯坦沒有黃金就會很難打 這邊還是開始轉落嘛 看來是地落點不出來了 哇 47隻馬功耶 這邊再炸了一波 哇 駡頭直接爆開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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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這座城堡能苟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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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砲好像快沒呼吸了 打打馬弓太強了 但是還沒有化學 這個火鷹駱駝加馬弓 真的是挺有料的 而且炸這個弱馬傷害也太高了吧 馬扎仔怎麼好像 沒有在做事的感覺 怎麼感覺變單挑場了 這個馬扎仔一直不出竅 沒有要出來打 還在農啊 農了有點久 這邊大量的一個 渡頭又再過來 想來圍巢這些新奇兵 但這個城堡也是兵了太久了 這邊 箭矢輸出傷害也是打了非常多的 馬弓的血量 但好像 打打也快要沒有黃金了 自己回落也出不太了 欸不對 馬扎仔農了一隊遊俠 47隻遊俠 這邊要怎麼打呢 好 卡套利用這邊高低優勢跟對方復換 馬弓傷害還是比較高一點 畢竟人家是黃金兵 數量傷害起來好像要被換光了 這邊其實 藍色可以直接上高低喔 跟對方硬打就好了 不然這邊一直被高打低 挺傷的喔 自己數量有優勢的時候 直接站高低我覺得問題不大 就不一定要在這邊滴滴跟對方硬打 有可能是因為他想要守住這塊礦雪 不想讓對方直接在敵處騷擾 也是有可能 好 卡套這邊再次拉了一些村民想要下來 做一個偷襲的動作 但是這邊有很大量城堡 直接被夾攻起來 這邊還轉出了重裝馬弓 反驅攻一點下了 7加5的攻擊力的馬弓 加上 高射程 8射程的馬弓 游侠部隊不知道在哪裡啊 這邊不知道是 怎樣 聚集保護國王嗎 這邊是他的最後一個分隊嗎 目前看起來中間大戰 卡套好像有點無力了 這個單挑局 真的是變單挑局了 而且打打這邊意識也不錯 這邊火焰駱駝打的也是蠻兇的 哇 結果卡套這邊打出了GG 嗨 出乎令人意外了 1600分的玩家 直接打爆塔套 但中間也有靠這個馬大爾的一個聯 聯西騷擾 所以塔套也沒辦法承受住這種高強度的騷擾 直接爆開了 但後續喔 算是打倒了一擊之力喔 擊垮了塔套 塔套這邊沒想到被打打這邊直接滅果了 那問題就回到了兩邊了 剩下一國 大量遊俠 看到打打已經解決掉了 塔套了 那這邊遊俠直接出竅 想來一波決戰 但是這邊大量遊俠怎麼擋這47隻 用馬弓的話可能要一直秀操作 但是有大量的火焰駱駝過來 火焰駝駝炸遊俠其實也蠻香的 炸一波炸一波 但是要聚集過多 哇 直接被炸掉了十幾隻的遊俠 但是遊俠的數量還是很多 還有32隻 47隻變32 但是後方有正面 有大落馬長度前線 後方的馬弓做一個輸出 但是我覺得遊俠可能還是有點優勢在的 因為遊俠的坦度很夠 雖然是4D打高 但是這邊後面慢慢有展出一些 馬弓過來去射掉火焰駝駝 馬弓的用途是拿來做 射掉火焰駝駝 但是火焰駝還是爆炸了 但是這邊有疾兵 有疾兵的話應該沒問題 有疾兵可以擋下遊俠 問題不大 目前打打這邊的數量馬弓 還是有點偏少 可能還是要再補一些馬弓出來了 好 第一波進攻 馬渣沒有拿到一些太大的優勢 好 這邊終於開始出來了大戰 目前 塔套已經量掉了 打打 這邊要不要直接去秦王呢 還是馬渣要來直接到後方秦王 這個是國王擊殺模式 只要解決掉國王就能搞定了 但是打打應該也知道 對方也不會傻傻的把國王放在家裡 這邊已經重重包圍了 馬弓不太可能是到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只能靠巨型頭石巾跟火炮才能砸到 所以現在要擊垮對方的目標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直接正面硬鋼 是最好的 但是打打這邊黃金術已經歸零了 黃金只有100多 木頭兩邊都蠻多的 直接開射 中間也是打兩肉馬 去做一個肉盾 後方馬弓做輸出 其實效果還可以 這邊有投資車過來 投資車第一時間能砸到嗎 但是藍色玩家 這邊第一時間把這個投資給解決掉 後方馬弓是要去秦王的概念嗎 他有高射程馬弓 好像是有機會的 射程48 比這個打打射程還多1 這個能找到嗎 找到國王的位置嗎 這邊有重重城堡包圍 中間打打有點虧不成軍 家裡的經濟其實有點被騷擾到了 那打打村民術其實還是蠻多的 144村 那馬扎打這邊 村民術有點過多了 170村 導致他這邊的軍隊其實不多 這邊開始在第一村了 把村民稍微遞一下 打到了1155 村民趕快消耗一下 變成大肉馬 直接開砍 第二波再次集結 這邊集兵還是有在按的 目前打打看起來的策略 就是用大肉馬 加上集兵 一個策略 但是如果要打到下方 馬扎爾的一個領地 可能還要再打一段時間 這邊直接開戳 好 這邊收掉所有的肉馬 這裡後面又跟著肉馬補了過來 這邊打打很明確目標 只要一直按這個級兵就沒問題了 哇靠馬扎爾這邊還可以再繼續按遊俠 這什麼意思 直接轉應對遊俠 要來打第二波 但遊俠要殺進去這個地方 可能是有點困難的 沒有工程器 而且這邊還是大石牆 血量3000滴血 我看這邊可能要打一段時間了 我們這邊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這邊有衝車過來 大肉馬再次上 但是有級兵 紅兵 紅兵 紅兵射 幾兵 上去搓 衝車 攻擊不大 但兩邊都是 你過來我就擋 的一個策略 所以兩方並沒有一個 太大規模的一個殲滅戰 其實這裡有細節 其實打打可以跟塔套做貿易 塔套這邊4級其實可以跑的 這邊蓋幾個4級 可以開始讓他跑貿易 那打打就可以用 用不完的黃金 對打打來說是件好事 但這邊沒有跑貿易我覺得有點意外 他可能覺得 打麻雜不需要用到貿易吧 也有可能 或者是他現在也沒有餘力 去跑貿易 都有可能 看起來他打得有點吃力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真的是沒黃金吧 能選擇的東西真的不多 好貿易可能他覺得 年花馬上跑出來 好 那個麻雜的標旗 這個單位是不需要黃金的 只要點下銀罐了 就可以免費享有 這個105滴血的 大洛馬 而且攻擊力很高 14攻 一般的洛馬的攻擊力 只有這個7加4 但這邊 不需要黃金的洛馬 應該是最強的 就是這個麻雜的標旗 血量破百 還有這個14攻的傷害 遠防他有6 近防來說稍微偏低一點 因為一般的大洛馬的防禦 來說的話 還有這個4防 但這個麻雜的標旗 只有3防而已 但是這個麻雜的標旗 打工神器傷害很高 這個巨頭 一瞬間就可以拆掉了 沒什麼問題 欸這邊蓋了一個4級 是要來跑貿易的意思嗎 還是只是保險安道的呢 兩邊 進入了焦灼 我們這邊 稍微再加速一下 不然我不知道這場比賽 到底是打了多久 感覺他們兩個有得打了 我的直覺告訴我 這一場 無妙 趕快加速 好這邊 第二波大洞又在砍了一波 但是GP 依舊抗住了前方的戰線 後方的麻雜一樣在輸出 但疾病數量有點變少 傳在補效 後方有更多的洛馬過來支援 還有火焰駱駝 洛馬去補過來 但是馬薩爾的正面部隊全部被擊潰 又來補第二發的部隊 但是第二發已經沒有 遊俠了 都是大洛馬跟標旗兵而已 好 更多的洛馬補了過來 兩邊剩下 蜀國跟魏國的一個交戰 綠色跟藍色嘛 就是一個魏國跟蜀國 好 我只是在比喻啊 大家不要太認真 哇 這邊開始慢慢營業的過去 打打好像要打贏了嗎 這一波疾病策略挺好用的 那順帶一提喔 打打的疾病防禦是非常薄弱的 防禦只有1而已 但是我覺得夠用啦 有疾病的話 防禦也不是太大問題 只要能戳到馬 雖然損失會有點慘重 但是能戳死遊俠跟馬就算了 好那這邊 馬薩爾感覺自己沒有呼吸 打錯了聚集 結局是這樣子喔 沒想到塔套會不會率先被滅過 但也有可能是這兩位玩家 其實先講好 先打對方的關係 所以塔套一次神仇兩架 也是沒辦法擋下這一波的三國交戰 好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狀況打打來說還算是不錯的 有一定的概念喔 經濟也是控的蠻好的 而且第一時間也是把塔套的一個經濟 直接打殘 黃金直接斷金 印度斯坦沒有黃金喔 就會很慘 那再繼續用後續的大量馬弓 加上迫印駱駝 直接擊垮了後面的塔套的後續的部隊 這相當精銳的一場比賽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個喜歡 那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下個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